中宫可以分成血液性和出血性 大部份百成的人都是血液性中宫 所以大部份的药物都是針對著血液性中宫而使用 至於出血性中宫來說 用的药物不多 出血性主要是控制血壓 因為如果你的药物在流血的時候 你的腳比較低 那麼高出血的情況就會較為理想 就不會那麼厲害了 另外剛才說過 血液性中宫的時候 現在是有些在三小時內 有時間的話 可以試用血栓纖維解劑 但都比較少用 我本身都在馬來西亞裏做 這隻本身都是比較少用的 因為你要是對的命藥 以及你要是在時間性的限制裏面 所以其實就比較難一點 那預防血性中宫的藥合 我們就有一些叫做抗血小反藥 還有一些就是抗應血藥的 即是常稱的抗血軟 那以抗血小反藥來說 最常用的最普遍的 就會是阿士忽靈化 剛才阿翔教授都說過 我們的血小反藥其實是一塊很細塊 好像頭皮那麼細的 這樣的形狀 那抗血球來說比較快 紅血球是比較粒粒的 那麼血小反藥就是一樣的 那麼血小反藥就是一樣的 那阿士忽靈呢 其實是用了一個低劑量的 是說50毫克至300毫克一日 就已經足夠了 以前來說 阿士忽靈用的最多 是用來治療痛的情況 那些說到是每日要吃到3600毫克 所以現在我們吃的阿士忽靈的低劑量 其實真的很低 那有部分的人吃了就會有常胃酸膜 那為什麼呢 那因為阿士忽靈本身的化學結構 就是一些酸性的東西 就容易刺激我們的胃膜 那所以我們都建議病人 就是早上吃或者中午吃 吃飽飯吃飽晚餐才吃的 那其實很多人在吃阿士忽靈都沒事的 但是有小部份的人 他們就會出現長胃出血 即是胃出血或者是十二指長出血 那這些情況就要留意了 那些病人就平時都看一下自己的大便 會不會已經是變成黑色呢 那如果鮮血的都不怕 鮮血通常都是肛門流血 但是如果是黑色 就變大了已經是胃或者是十二指長出血 而造成的原因 但是也有些情況 這塊東西會黑色的 那例如吃一些片質的東西 你已經吃了一些補血的甜丸 那都會令它變黑色的 那那些是不例外的 那另外有部份的人 吃阿士忽靈是會敏感的 又或者是出身 或者導致它敲心發作化 那這些就不適合吃了 那就是要吃另一類型的抗治小翻藥的 那這裏打出來就不是那麼漂亮的色 那其實現在我們醫院用的一些阿士忽靈呢 就是橙橙的自民粉紅色的藥卷來的 那這些就是沒有特殊背方 即是說呢 只是阿士忽靈 那這隻就發出了 那另外呢 那你們有沒有吃近這隻 Cartia 有沒有見過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又貴一點點 那它的好處呢 那它的好處呢 就是它叫做腸肉 腸肉 腸肉 這包處的 那就不是普通阿士忽靈 它呢 那個背方呢 那個外殼呢 是有些特別的構造的 那另外呢 那就是有一隻呢 就是膠囊造的 那為什麼有些就是 若見有些是膠囊呢 那一會兒再講講 那腸肉器 entary quota 那是一些特殊釋放的系統來的 剛才我們說過呢 阿士忽靈 它的化學結構呢 是大損性 就容易刺激我們的位置網 那雖然是吃 就是小劑兩貓 平常我們是說八十個八 一天的 那吃得很輕的 那但是呢 都怕著它會刺激那個位置網 於是乎呢 就藥廠呢 就設計到呢 它用一個外殼去包住它 而這個殼呢 就令到它不會在胃 不會令到它在十二支腸的部分 來溶解 要再下一點 去到小腸和大腸的部分 才會開始溶解 那我們呢 這些叫做腸溶劍 即是說去到腸的時候 它才會溶解 那如果有些病人呢 它已經是要插胃口 那這樣的時候呢 就不可以磨碎了 因為一個殼是很硬的 咸泥就算問 除了塗完之後呢 它一塊塊呢 它也不會溶解 那所以呢 那些情況呢 就是病人如果要插胃口呢 就用回最初那些 那些80毫克的那些 來磨碎它吃 那它那個特別的外殼 就是不在酸性環境上 那為什麼 例如我們醫院 就有一種是 這一種是膠溶的呢 那這個膠溶的好處呢 就是你插透明的膠溶 你把粉出來 是可以就這樣 溶到水裡 就是病人如果是吃胃口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即是給膠溶 亦都可以達到腸溶性高的效果 於是乎呢 那個胃呢 就不會受損了 那但是呢 是不是百分之一百 就讓那個胃好事呢 那其實不是的 只是改善了 它因為它的化學結構 帶酸性的疑惠 來刺激胃膜而已 但是呢 阿斯特寧本身這隻藥呢 它促用完一輪之後呢 它其實呢 都會令到我們的胃的激膜 是會薄一些的 即是我們的胃火會層 是會比較差一些的 那那個時候呢 醫生都會吃阿斯特寧 做些胃藥 那這隻呢 就是cheapcheap中的cheapcheap的胃藥 那就是一些中和胃酸的胃藥來的 那為什麼我要告訴大家 這些東西呢 就是有些病人呢 他同時是處方著這些腸溶器的 那他又吃這些中和胃酸的胃藥呢 就會影響到這隻藥的溶解除度 因為這隻藥的剛才設計呢 他又講的設計呢 是讓它不在酸性的環境中用了 那如果你去吃這些胃藥了 令到胃藥沒有那麼酸性的時候呢 那它這個功效是沒有了 它就會在胃藥裡用了 那所以這件事呢 就是 就是 學理上面是這樣的 那實際上有沒有人做實驗呢 做了實驗呢 其實只是看得到 在尿液的排放循環是有不同的 但是是否真的又會令到各位損害呢 那暫時都不知道 但是呢 我們的建議呢 都是如果你有這些腸溶件的 不怕是忌寧呢 你就不要吃這些中和胃酸的胃藥了 包括其實呢 你吃其他的藥呢 都其實不建議你跟著這些胃藥吃 為什麼呢 你就算不要說我們剛才的腸溶件的藥先 你吃平時一些藥 乳藥也好啊 膽固醇藥也好 原本藥廠它的設計呢 就是在胃酸性環境開始用了 在那個酸鹼值大概2度的時候開始用了 你去吃了這些中和胃酸的胃藥呢 就會令到酸鹼值是高了 變成了略為鹼性的時候呢 那你整個藥廠的設計就完全不適合了 是吧 所以呢 這些胃藥中和胃酸的胃藥呢 其實呢 就適合遲些時候吃啦 可能是說吃完藥 兩個功能後啦 還有其實呢 很多時候真的你的胃很舒服才吃胃藥 因為這些中和胃酸的胃藥呢 已經好像來了 這些中和胃酸的胃藥呢 那呢 因為這些中和胃酸的胃藥呢 就 它作用很快 但是呢 它的藥力是不持久的 它呢 大概呢 5分鐘左右呢 就覺得胃酸鹿了 但是呢 它很快慢慢就 給一些胃酸性呢 又再侵襲回去 所以呢 那些中和胃酸的胃藥呢 就適合呢 是親密不舒服的時候 才會吃的 那很多時候呢 醫生也都會 未必用這切切啦 就貴少少啦 兩毛子的胃藥給你啦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就是一些抑制胃酸分泌的胃藥 那就叫做 效果會好過這些啦 因為這些呢 我剛才說過啦 就是這麼快 但是以前有嘛 這些呢 那些一粒呢 就是12個小時的 那變成呢 有12個小時 它的胃酸呢 都不會分泌得太多 那就可以叫你的胃呢 保護呢 就會比較好 那如果 你們現在有沒有人在吃呢 應該有啦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真的叫你這個吃一次呢 那我們通常呢 就建議你們呢 飯飯後吃的 那為什麼呢 那因為呢 原來我們沒有人 睡著了之後呢 我們胃的壁膜呢 那個保護層呢 就會薄一點的 渣一點的 那如果你在晚飯後吃呢 到你睡著了 那一段時間呢 那它那個胃的 胃酸分泌就這麼多嘛 那變相呢 你睡著的時候呢 就不會更傷 那因為 讓你的胃的壁膜 已經薄了 那變了呢 就會是爬肝好一點了 那就不一定說 要跟著那些藥 打底也不用了 即是你們經常有個概念呢 就是 吃藥啊 要打底啊 那些呢 那其實呢 就不會那麼跟著它 那其實 那其實重要的就是 你覺得不舒服呢 你飽到吃呢 就可以把那個不舒服的情況 就盡量去減少了 好了 那究竟阿士忽靈做了什麼呢 那是比較深一點的 那阿士忽靈呢 其實是在經濟著一種招數 叫做環氧化門 那就令到 跟著血小板呢 就不會 剛才因為 張教授也說過了 血小板呢 你一發動它之後呢 它呢 就會有些粥脂伸出來 那跟著它呢 就天一發動 全身一路 一路呢 就會 維持下去 令到那個 凝固的功效 一直延長下去 那如果我們 可以用藥 令到這種酵素 沒有做那麼多的時候呢 就TXA2這種化物質呢 就不會分泌那麼多 就不會再刺激回小板 就等它呢 就不會一路 很容易做下去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阿士忽靈呢 就在這裏 就有這樣的作用 那要 即使阿士忽靈的病 我相信都比較多的了 那就 不建議喝酒 那 那因為呢 喝酒又會交足了 那個液體循環 例如你的胃 那個循環 它好了的時候 多了的時候呢 那你胃出血的機會 亦都多了 那所以呢 就不建議 就是 任何快樂的酒精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就是本身 眼線不靈呢 又是 它的化物質盒 亦都很接近 這個非非論負上 消炎止痛藥的 那如果有些病 本身對一些 就是 消炎止痛藥 是有敏感的時候呢 那不排除 它對化物質不靈 都會有敏感的 那這些呢 就要留意了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 無故會出血的時候呢 那就要告訴大家 會不會因為 成效血糊 製藥比較重呢 那另外就是 如果本身的病例 已經有胃本藥的時候呢 那可能呢 都要停下來才行 那另外呢 還有一些 可能是做一些 剝牙手術 那可能呢 都要停下來 去擺 那另外一隻藥呢 叫做 雙文達莫牙 那叫做 雙文達莫牙 說你們都不知道 一會兒去見 那它有個雙文明星的 叫半西星 那但是呢 其實對於中風來說 那其實呢 因為是要有一個長效的配方 才有效的 那現在 就這樣呢 即是就這樣 那麼 雙文達莫 那它用呢 通常呢 就是心臟有事的病 就會多些 那因為呢 它除了抗血小板的功效之外呢 它另外一個功效呢 就是它令到 那些血管呢 有抗張的功效 那但是呢 它有些副作用 例如 吃了一些人不太合通 啊 你願會潮紅啊 那些顏色 慢慢來 那這隻呢 就是25毫克的 代表這雙毛 這隻是以前的75毫克 現在我們這款局 用的75毫克 就是黃色石子包裝的 你有沒有看過嗎 沒有啦 好了 接著呢 較為新一點的就是 你用阿士忑林 再加雙文達莫 一起混合來做的 那是一隻薄合的藥物 二合的藥物 但是呢 暫時來說呢 這款局呢 都沒有供應的 就要你們自己 和我買的 那就 那就 由於 它那個雙文達莫 是有一個長效的功效 那所以呢 就很多 一些中工的 組織 即是指引呢 就是 會遍遍它使用 這隻藥物 因為呢 因為呢 發現呢 就是它比單一用阿士忑林 是更加有效的 那原來呢 這隻藥物是二合一的藥物 那它裡面呢 就有阿士忑林的成分 另外呢 另外呢 它那個 另外呢 它有一些 剛才我提到的 就是大小小小小小的成分 在裡面的 那它裡面呢 原來呢 還有一些特殊的東西 在裡面 叫做 泰塔的Axis 那就是酸性的背方 那因為呢 原來呢 原來這對毛這隻藥 它是一些酸性的東西 才能作出理想 那所以呢 那這隻藥 除了長效之外呢 它也都同時 令到那個大部分 這對毛呢 是更加有效的 那吸收才是更加容易的 那所以呢 就 就這個 那另外呢 就是第三隻 就叫做 帕麗斯 那它一樣 就是 可以 有這個 跟別小貓的功效 那 但是 有些人吃了 可能會是 腸胃不舒服 有些人或者是 頭痛 那 那這隻藥 就相當之貴的 那 就大概 就是 如果你自己去買 大概17元 就得到 那 那 但是它的功效呢 是好過 那些 但是呢 就貴阿士忌靈 多多 那 所以呢 就是為什麼 那麼多 是被處方 那麼多阿士忌靈 食感呢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是 對阿士忌靈敏感 那醫生局主 就要害這些 那剛才 阿士忌靈的機制 就作用在這個 酵素裏面 那 而這個帕麗斯 另外一會兒 也會提醒 那就是 它就作用在 另一邊的機制 於是 就做到 這個 抗血小販的功效 那另一隻呢 就叫做 Digget 現在 這款局 都已經將它 定成了 自購入物 以前呢 都是 就是 叫做專用藥法 但是現在呢 沒有了 你想吃就自己買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功效 其實就和 這個 這個 阿士忌靈 差不多 那另外呢 它的那個好處呢 就是發血後的數量 會減少了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它要看實 那些血 變成了 變成了 變成呢 就不太好用 現在就少人用 還有很多病人呢 就投訴少 它呢 就腸胃不舒服的 那接著呢 就是 是說到 抗綿血藥 那 那又叫做 化血丸 化化名 化血藥 那 那 以前 到老鼠都是用這些的 老鼠就是 老鼠就是 老鼠 以前你見到那些老鼠 呢 乎老鼠的時候呢 很多 就是擦胸流血 那其實呢 就是用了 但是現在 已經不用這些了 現在 上面最經常就是讀書 那些 那些好讀的 好了 那這些 化化名 有什麼用呢 其實主要是針對 一些 由於心臟的問題 而 有一些 生失的情況出現 例如它是心臟的問題 或者是心反應的問題 它那個心臟的時候 就很容易 有一些 血塊 就容易造成了出來 因為你想想 如果 我那個血流 是不能暢順的 譬如在 他的心臟 不知道什麼 它的流量 可能就是 就是整個人 在那個位置 找來找來找去 都出不去 於是在那個位置 就容易 有些血栓 就像是椒 很容易 就有些椒 形成了 而這些 血塊 或者是血栓 當它一流 流上去 我們的腦裡 就會塞住了 我們的腦管 於是 就會導致重工 所以當我們知道 病人是心臟有問題 或者做過一個人工心反應 那時候 很多時候 醫生都會勸病人 吃隔血管 當然 你可以說不吃 但是 醫生很想你吃 因為你吃了隔血管 就可以預防 真的中風 這些比較嚴重的疾病 但是它的不好處 就是容易導致出血 有些病人可能 吃的劑量太重 壯壯都會癒 又或者刷牙都會流下血 這些時候 就可能注射血 再提回它的劑量 其實這些病人 在吃隔血管 很多時候 都會比較密些覆診 另外每次覆診 都會抽它 按它的INR的數值 現在來說 隔血藥 我們一共有三個食物 大中細碼 1毫黑 3毫黑 還有粉紅色的5毫黑 你們在吃嗎 沒有的 不用說 有的 這個問題 就是想說 有些醫院 譬如你要吃2.5毫黑 有些醫院 就會給粉紅色 叫你吃半顆 自己吃 有些醫院 就會叫你吃兩顆 半日啡色 大家都是吃2.5毫黑 但是就會有些不一致的情況出現 因為視乎那間醫院 它的政策是怎樣 有些說 譬如我給半顆粉紅色便便宜些 另外我給兩顆半啡色便便宜些 因為你想想 如果我吃兩顆半啡色 你斬到一半 就算讓你斬到一邊 大一邊細 你也會怎樣 有兩顆 一毫黑 會先下草 一定有兩毫黑 但你粉紅色 你一斬 你原來斬得很棒 你可能吃得少一點 多一點 所以有些醫院 就會叫你吃兩顆半啡色 有些叫你吃半顆粉紅色 我們見過一個例子 就是比較麻煩的 就是他在東華醫院 就是吃半顆粉紅色 來到馬來就吃兩顆半啡色 因為他以為生死的是一隻新藥 他便又吃兩顆粉紅色 他家裡剩下半顆的粉紅色 便宜些 這樣便會出事 所以這些 你們做病人也要吃才行 真的有這些個案 所以大家便要跟這些情況發生 其實除了這些 很多時候是壓藥 可能已經轉了舊那隻 換了新的給你 但是新的又吃 舊的又吃 我們都經常見到這些情況 很多病人 他們吃過的藥 都會比較擔心 就是 叫我不要吃深綠色的菜 糟了 甚麼菜都不能吃 每樣的菜都綠色 但是其實就不用怕 因為如果你是想著吃那樣東西 譬如 常常都有白菜 有菜心 你照吃就可以了 因為醫生每一次跟你抽血液的時候 就已經餘了你吃的餐單的份量 所以只要你不要亂用你的餐單 其實就不會有大問題 另外 其實最重要一些 含維他命K豐富的東西 就是有些卵 甚麼卵甚麼卵 那些東西真的很好吃 因為不單是你維他命K會多 另外你的膽子會吃得到高 其實真的不是很建議 大家才會做 還有很多時候都 如果要吃外藥 很少會叫你吃麻辣食忌廉病 除非一些比較嚴重的個案 他才叫兩者一起吃 偶爾 那些醫生就不會說當然了 和抗消忌廉病 那又是 小心 不要喝酒 因為又是會令出血的機會 增加糖 另外醫生是會幫你度好 癌痰痰 通常他們一早回來醫院 就是驗血抽獠 然後下午又沒有補出 那這裏我講 一般的數值是2到3 但是就不一定 要視乎 譬如過邊的醫生 他怎樣去看這個數字 譬如他會覺得 你的安全就是看2.8最安全的 所以他會跟你加加減減 你吃的博血丸 得到2.8這個數值 那因為不同醫院 所以醫生他們看的數值 都會有不同 那數字越大 即R的數字越大 代表那些就叫K K 如果你的數值越小 即是說你越激 這就叫合格 然後他就會加藥 加一個化法令 那通常加藥的時候 就每半導半導半加的 那最麻煩就是 譬如今天吃3毫克 明天就吃2.5毫克 那就變成有兩種顏色的藥 就要自己去吃 那你會見到呢 在公立醫院 他那個貼紙呢 他那個指示呢 就是單日吃這個 就雙日吃這個 那吃到3毫克 你就不知道開餐還是雙日 那就很沉寂的 那其實呢 我就會建議大家 就仔細看那個指示版雙日 你最好看的就是 自己畫一個 咖啡色 藍色 咖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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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呢 就是比較複雜的 就是它的作用 是會在電動的地方去做事 而達至到那個抗血的效果 那接著呢 就是中風之後 很多時候呢 都要特別緊張這個血壓 和膽固身的 那因為呢 我們知道呢 剛才阿 阿博士都說過 當個血壓增高10度 就幾乎中風的機會 都得到的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能夠減到的血壓呢 其實對於再中風的機會 也都會減低了 那在一些指引的裏面呢 都會提到呢 一些較有效的壓力呢 就包括一些利尿藥 和一個叫做 緊脫本緊張數字的轉化 就是ACC牌 那下面這一隻呢 就叫做 A2 我們叫做 第三隻 那它因為呢 比較新一些 那其實呢 它就未是 就是 就是 在那些指引裏面 但無論是美國 或者是英國都好 在那些指引裏面 就未是說 到 但是它的藥味呢 就跟 ACCI 就是一樣的 很接近的 那所以呢 不排除呢 都有一些 症狀有些病 吃了 ACCI 然後咳嗽 那醫生呢 就跟它轉這一隻 那 那你要藥 常用的 就會是這一隻 那些藥 那這些藥呢 吃了下去呢 就令到 大量會增加了 從而呢 令到那個 症狀會降低 或者咳嗽 我們的膠質也都會排瘦 同一時間呢 那個鴿肉都會流失 那所以有些病人呢 吃了這些鴿肉之後呢 那鴿肉低了 醫生就會有些鴿肉 就像朱古力豆那些 會溶 就是夏天會溶 那些鴿肉的時候 那些鴿肉的時候 你可以放雪櫃 那些鴿肉 那你要藥它呢 那個鴿肉呢 就是用來醫治的鴿肉壓 另外有些時候呢 可能脚不知為何沒有腫 那醫生都可能沒有儲房 那它的不好處呢 就是會多了一些小便 有些病人拖著吃 可能甚至會覺得很困 有些呢 就是會腸胃不舒服 那所以我們通常呢 就是建議他早餐之後吃的 因為呢 太晚吃呢 就怕吃夜料 睡不著覺 那所以呢 就早餐之後吃 那通常這些都是 一天吃一次的 那很少會迎晚都要吃的 那如果出現了 一些肌肉無力的情況 或者甚至抽筋 那就可以覆醒時 告訴你 因為這個可能是一個禁兆 就是講了 鴿流失了 因為那些小便流失 拖走的時候呢 就不會是鴿流失了 那你必定說 那我吃回多些椒 就可以了 那你吃多多椒 都不夠吃一顆鴿丸 方便的嘛 那你吃一顆鴿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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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的作用呢 就是擴張內臟血管 另外呢 就是減低那個血流的阻力 那都有很多個牌子 那但是呢 那它的主要的副作用呢 在亞洲人來說 特別容易見到呢 是乾咳 因為正在這些鴿丸 那因為亞洲人來說呢 就大概有三十六 是三成的鴿丸 直到之後呢 就有乾咳 那這個是月鴿丁 那其中一種 那現在的月鴿丁呢 就變成這些 國產的東西 和這些公勾的東西 那那為什麼 你們吃東西 會經常轉來轉去呢 那首先呢 就解釋一下 那這個原因呢 就是錢作怪的 這個世界 那其實呢 就是在這本來講 那時候有一個部門呢 就是用手做採購的 那如果它一年的合約完了之後呢 那就會再 就是發標書 那如果下一次的標書 那這間 第二間公司 它價低借就可以了 那當然啦 那那個質量是 保證了之後 我們才會再看價錢 因為在那些標書裡面 就已經形容了 它的價值度是要怎樣 就是已經寫了那些 它要的要求的東西 那如果藥廠是做得到 接著再看價錢的時候呢 那其實質量是很清楚先 接著呢 就因為 這間公司的月份風暖 那所以都是買一些 供應就是便宜的那些 那但是相對來說 就是便宜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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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便宜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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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 前線的泰漁 幾天的那些藥 都麻煩了 就是掉了很多厚水 這隻就是等於哪隻 哪隻 哪隻 那我千萬不要重複色 那現在這個 那現在這個 大師陸的那些 也都鑽了一個 那些藥商 液商也都是 比較多人去用的 一些藥藥 那有些醫院 就沒有買2毫克的 那如果要吃2毫克 就給你4毫克 撕一半的 那有沒有是這樣 那這些就要留意了 那這些就要留意了 那譬如去到別的醫院 它是有2毫克的 那你都不知道怎麼辦呢 那因為 有些病人見過 他手上有4毫克的油食 然後 我們伸給他一隻 2毫克的油食 那就是 雙倍了 也有這次 那另外 那另外幫你盡裝的 開的士 有大細碼 而已 不要複 好了 當那個病人 真是吃了 剛才這一類的藥 這隻吃了 咳鍋 咳到脫肺 咳到脫肺 你不脫肺 也會叫你吃 你吃了 你吃了嗎 好了 咳到脫肺 那他就轉了 第二隻 轉了三輪 都還在咳 那就沒辦法 就會考慮一下 給別的鴨員你了 例如是這些 緊張數碼的 接濟業 那當今的牌展 有COSA Elogan Input Counters 那些 相對而言 就會貴很多 我們剛才說的 這些是 這些是 四毫子的時候 這些就叫 4元的 所以真的 不到你們脫肺的時候 都不死了 好了 那裏面有一些 還有一個牌子 例如COSA 因為他是第一個 進入市場的 所以都大部分 有時候來的 那接著 進入市場 有迪浩猛 有別的公司 Ecar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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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隻 比較長些的 即是 他身體裡的 比較長些 所以 有些神科醫生 都建議 但 但是 有些人 就問他 如果好處 很多時候 要他吃20毫克 就撕一半 剩下那半粒 我們建議 給保鮮的包 剩下半粒 就撕下 就是 那裏面有一些 但是 他也是 那個藥 其實是長巧的 所以 鋼蝦的功效 其實就會比較肯定一些 另外 一隻 譚子 COSA 都是一些 比較長巧的 鋼蝦 除了 鋼蝦 可以避免到 中鋼之外 另外就是 減充塵 除了 你的飲食之外 如果身體 都更高 醫生開銀 會開到 他丁類的 鋼蝦 減充塑 以前 我們是買正廠 買 MXC廠 的 是 但現在 因為 專利盤過了 於是 他就買了 一隻 都是 他丁類 都是 COSABLE 這隻 但是 便宜了 以前 4元 現在 4元 COSABLE COSABLE 然後 會發現 解釋 另外 有沒有人 叫你 黑 的 半粒 就是 不知道 誰想的 絕招 平衡 有隻 10號黑 但是 也叫你 20號黑 一半 就可以幫 因為 20號黑 又便宜過 2元的10號黑 所以 看了一些地方 要他 自製品 可以的 因為 雖然你說 大小典 但是 看了兩個東西 再一次 所以 最重要的是 在你們的種子上 就是要 好 有些時候 他可能 他可能 看你 不是很高 都想你 再減一點 都有 因為 都想 儘量把風險 減低 因為 你 一高 就容易 失去 好 今天 講的 就講完了 謝謝 謝謝 謝謝